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总统的党内初选辩论会 那么在今天下午里面 四位民进党的候选人 他们都提出了两岸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的麻辣新闻网的议题 也就是正要来谈两岸关系 而且我们知道在过去 从过去到现在两岸关系谈了又谈了 谈到现在到底谈出了什么样的结果来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麻辣议题 就是今年的夏天两岸会很酷 那么我们本来还有另外一位 女主持人 但是因为她每个礼拜六晚上 都来这里主持 暴露了她没有男朋友的事实 所以我们特地让她去英国玩了一下 看看会不会交到外国的男朋友 OK 我们今天请到的 麻辣的这个新闻议题的几位 都是非常重量级的 他们对两岸关系都非常的有研究 从我左边开始这一位是我们的民间的军事 支撑的评论家张有华先生 那么在这位呢是我们的许慧佑先生 那么他就是海基会的副秘书长 每一次的这个两岸谈判的时候 我们的副秘书长这个非常的这个劳心劳力 那么还有一位呢 是民进党的张旭成教授 张旭成立委 那么现在目前是民进党的 事实上您是一个 过去一直是在美国担任这个国际外交 这一类的教授 那么张教授呢 他本身呢 他目前是民进党的这个海外代表 那么在请这三位支撑评论人 来谈这个两岸关系之前 照样的我们今天还要请这个许久经来看看 我们呢这一周他给我们什么样的麻辣新闻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只有报报的徐六斤 很高兴又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首先呢 当然就是播报每周固定要播报的三条新闻 第一邓小平他还没有死 前两天呢 有位观众打电话进来问我们邓小平是谁 为什么他死了没有的新闻呢 我们每周要播报一遍 接到这位观众的这个电话之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 立刻做了这个研究 立刻做了展开了这个调查 并且很快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这位邓小平先生呢 就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主角 至于这本书会不会改编成电影 单上大荧幕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希望我们的答案能够让这位观众呢 感到非常的满意 第二 李登辉他还没有决定 到底要不要参选下一任的总统 第三 林安刚表示他参选总统的决心 还是没有改变 报完这三条每周固定要播报的新闻 让我们再看一看这一周 其他比较重要的新闻 自从两年半以前 我国和万纳都政府 建立了互相承认的关系之后呢 我国政府日前再度宣布 和巴布亚 牛锦内亚 建立互相承认的这个关系 我国承认八国小国寡民 并且非常需要经济援助 那八国只承认我国是一个 非常有钱的国家 并且喜欢经济援助其他的国家 另外呢 我国也承认八国风景优美 民风纯朴 而八国呢 这承认我国环境污染严重 另外 民风也不是那么的纯朴 讲到民风的纯朴 我们不应该错过下面这条新闻 上个星期呢 在台北市的市议会里面呢 发生了好几件 所谓开黄枪的这个事情 例如国民党这个 八人咨询小组里面的李清安呢 就指控陈水扁市长 与市民有约会的行为 并且呢 还说这个跟市长约会过的市民呢 有很多的不满 因为市长是男生 所以想当然了 都是跟他约会的是女生 那这些女生的不满 包括哪些呢 李清安指出 一 排得久 显然是很多女生跟市长约会 所以要排很久 二 见得短 这个长度的问题 我实在不太好意思讲 不过李清安倒是很大方 他一点都不害羞 我觉得不错 三 解决少 四 不满多 显然是这个怪陈水扁市长呢 不应该跟那么多的女生约会 那结果呢 很多人的需要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当然就心生不满了 五 事情小 这当然是指 陈水长只答应约会这种小事 不答应人家终身大事 那显然是在欺骗感情嘛 六 反弹大 这有没有弹性 这个李议员都知道哦 当然这种心暗事 连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七 合法少 八 黄牛多 阿边市长这个结果婚了 所以跟女生约会 基本上是不合法的 那有的时候 那当然就只好黄牛了 看完这些这个 充满性暗事的这个质询呢 我们认为 这也或许是跟 个人生活的严谨态度有关 那给我报告是认为呢 个人生活如果太严谨的话 常常会把生活搞得 非常的无趣 所以我们基本上支持 李议员这种充满 这种性暗事的这种质询 我们觉得 这样才比较刺激 前一阵子因为出版 这个完全复仇手册的出版商 陈明达呢 日前被检察官提及公诉 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 完全复仇手册 跟以前官方出版的 许多的这个复仇书籍 比起来的话呢 实在是小无见大无 记不记得以前国防部 总政治作战部 出版了很多 仇匪 愤匪 杀匪 灭匪 还有消费台独分子这些书 那这些书呢 强调呢 抓到这个匪爹 或者是台独分子呢 就蹦 蹦 蹦 所以这根本已经是 完全疯狂复仇手册 出版完全复仇 完全疯狂复仇手册的 这个出版单位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 没有实行 那出版这个完全复仇手册 却被提起公诉 我们猜大概是 检察官以前看了太多 那个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 出版的书了 因为和他病毒的关系 政府日前呼吁 大家要加强灭属 在政府提出这个呼吁之后呢 台湾大学的台大哲学系 事件调查小组 也公开了他们的调查报告 指出目前在中央大学任教 隶属于新同盟的这个冯富祥呢 以前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呢 勾结军方的王生 替蒋经国收复台湾大学的师徒 许多人在得知 政府灭属的决心之后呢 都表示 蜀辈因为会传染疾病 危害社会 再加上蜀辈 看起来就很恶心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支持 政府这个灭属的这个政策 奇怪这个 这个灭属的新闻 怎么会跟冯富祥的新闻 写在一起呢 这也可见了 这个新闻呢 虽然是不一样的新闻 如果他的这个性质 很接近的话 有的时候是会写成一条的 就例如这条 风富祥老鼠的新闻 台湾电视公司呢 前一阵子招考记者 有不少其他这个媒体的这个记者呢 也去参加考试 就有些人因此遭到这个调职 有些人甚至被要求离职 对于这件事情呢 给我报报是这样子看的 我们认为新闻从业人员 忠于他的这个新闻呢 是一点都不重要 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是要 专与他工作的这个单位 因此假如我们一进到一个公司 一定要马上养成这个所谓的汉贼 不两立的这种观念 绝对不能有恶心 一个记者呢 假如有恶心的话 我们认为调整他的路线 或者是逼他走路 那基本上是完全不能达到 这个杀一紧百的这个目的 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推出五门 斩首示众 好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 比较重要的一些新闻 我是给我报报的徐旧金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怎么样 昨天有没有吃粽子 有没有吃到塑胶粒 这个徐旧金再讲下去呢 大概我跟他都会上地检署报道 那么我们的两岸的问题 过去从这个海集会 在1991年2月挂牌 那么到2月成立 到了3月挂牌 那么到目前为止 跟这个中共的部分 已经谈了很久 也谈了非常的多次 那么到底两岸谈来谈去呢 到底谈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 我们会不会请这个 海集会副秘书长 徐旺先生跟我们来 说明一下海集会 到底谈出了什么来 对 我们 海集会呢 是在80年2月份成立 那么大陆原来 它是以国泰办来 跟我们打交道 但是在当年年底呢 大陆呢 当然基于它们 有很多的想法 因此它们也成立一个海协会 那么两岸在分隔了 40年之后呢 总算有一个交流的一个窗口 那么两会呢 经过一两年的这个试探 这个摸索之后呢 在82年的4月份 在新加坡举行的国王会谈 签署了四项协议 那我想它整个意义 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呢 它建立了一个 两会的联系的管道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海基会呢 服务民众 还有受政府委托来处理一些事件呢 总计有三十万 三十几万件 那么当然小的包括这个纠纷 旅游纠纷 旅游意外 那么大的包括这些淹毒犯 或者一些抢劫犯 或者绑回的这个遣返的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呢 也建立一个紧急联系管道 对像这个去年的小金门这个误籍呢 我们就透过海基会 跟海协会这个管道呢 避免这个误会扩大 我想这是相当重要 另外在整个通案的解决方面呢 那么我们开办了两岸的文书验证 方便两岸的这个文书流通使用 那么也开办了两岸的挂号信函 那么当然方便寄送一些重要的文件 那目前还在谈这个 要开办两岸快捷邮件的问题 那么当然这是比较 在通案的方面 那么比较这个重要的 就是说国王会谈的时候 签署的共同协议 那么它有一些具体 推动交流的一些项目 推动交流的项目 当然包括这个媒体的记者护房 那么负责人护房 当然这些交流的项目 都很顺畅的在进行 另外一些规划一些协商的议题 比方说偷渡换钱还 捷迹换钱还 仪式结婚处理 当然这谈了很久 谈了很久 当然已经谈了七次的 覆觅市场成绩 三次的交谈会谈 都还没有达到最后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两岸的认知差距太大 那么各方关切的重点也不一样 因此协商恐怕要慢慢来 要有点累积性 那么在整个来讲 我觉得协商还是有这个功能 就是说能够稳定两岸的关系 能够加强两岸的交流 OK 我想张友华对这个 过去中共整个的谈判策略 有一个很深的研究 你不用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中共的基本谈判策略是什么 就是完全政治性 包括事务型的协商都是政治性 OK 那么我想我们等一下 就请张友华来分析 这个中共它的基本的谈判策略 到底是什么 好 我们休息一会后 马上回来 好 再回到我们麻辣行空王 那么我们刚刚请张友华 这位军事资深评论家 他针对中共的谈判策略 他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请友华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中共到底在两岸关系上 他的谈判策略是基本态度是什么 他的谈判策略刚刚像许富秘书长讲的 像好比说偷渡问题谈了七次 但是我相信许富秘书长在谈判的时候 他能够发觉到中共的谈判策略 一向讲求阶段性 他阶段性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个对等性 你副处长 处长 副秘书长 秘书长 甚至于国王会谈 他的对等性 他把你标示的清清楚楚 好 那第三个 他一致性 像台湾的谈判都是由下而上 那中共的谈判都是由上而下 但是在这个三个方面 阶段对等跟一致性 完完全全 全部都是政治挂帅 像那个什么偷渡犯的问题 像很多的问题 那我相信那个许富秘书长 应该知道的非常清楚 纵然是事务性的那个协商 他夹带的政治性的议题 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包括当时陈长文在那边 谈那个金门协议的时候 他用民国的纪元 中国大陆都不肯承认 就是说非要你用公元多少多少年 那单单这个问题 双方交涉 那个私底下交涉 就五六次 一直到了最后 那干脆双方 一边签民国 然后他附助是公元多少年 一边签那个就是公元多少年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决定 所以不管他是怎么样 不管台湾是提出什么事务性谈判 他都是把它当作一种 政治性的谈判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的这个 许富秘书长就非常的警觉 我刚刚讲的是1991年 他马上就讲这个民国八十年 马上就放过来 这是一个谈判的习惯 OK我们现在想要了解的是 以民进党的立场 就是过去我们知道 民进党提出台独党纲 那么民进党的对于两岸关系 基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请我们的张委员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吗 我想民进党最担心的 就是海基会把台湾出卖 这个我们最担心 我们一直觉得说 如果有民进党的人来负责谈判 来把关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基本的担心 那么过去比如说雇安会谈的时候 民进党曾经要求派一个学者专家 去坐在那边看 不是参与谈判 结果这个海基会他不答应 我们觉得这个很可惜 因为如果说这个你要跟中共谈判的话 你必须要有两党 这个朝野的共识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朝野的参与的话 我们在那边看 我相信这个我们比较 国人也比较能够信任 因为这个民进党对这个台湾的利益 这个绝对是这个最坚持台湾优先 我们就怕这个海基会 因为受到这个陆委会 受到政府的长安谈统一 我们怕被出卖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这个要透明化 我们要监督监督的非常严谨 是OK 那么到底两岸 从过去到现在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们的记者董克锦 有一段整理报道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整理报道 了解一下到底两岸最近 到底谈了些什么 从年初李登辉总统 以六点宣誓 回应所谓江八点以来 两岸关系的气氛 就像许多人所形容的 一片春意盎然 之后 虽然因为美国同意李登辉访美 以及中共杯葛高崇争取亚运事件 曾经出现短暂的美语季节之外 但随着孤王会谈的即将举行 两岸关系仿佛又走出了阴霾 进入炽热的夏天 温度节节上升 首先是我方官员 首次上了孤王会谈预备会议的谈判桌 为两岸官方接触 打下了试探性的基础 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 台湾方面也可能有些专家 在参加这次的一片出商 这是我们一贯希望见到的 因为大陆早就这样做了 另外则是官方一连串善意地表示 到公元2000年 大陆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最主要的投资地区 外汇顺差的主要来源 以及经济发展的腹地 这个事实 凸显两岸在经贸方面 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而陆委会主委肖万长 最近一次放弃正统法统 以及中国代表权之争的谈话 虽然引起了国内的争议 但仍然被视为是两岸谈判 是否能从经贸问题 提升到相互承认政治实体的 一记风向球 总统是说他这个发言 我觉得国务的很突然 因为这个政策上的宣誓 对于国内 国际 是对于大陆 国际大陆 不想谈成了 想谈成了 里面有一个平衡的判断 这个判断一定要很平衡 很冷静 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这个太重要 因为如果这个都可以让他做好 很多机会过去 问题就更够雅 因此在以前不能放弃的 现在都能放弃 以前不能谈的 现在都能谈的气氛之下 两岸关系俨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然而就在两岸谈判逐渐从经贸主轴 提升为政治协商的关键时刻 我方政府一方面做出善意表态 而一方面又频频从外交出击 打算提升国际地位的种种动作 看在中共的眼里 则是在搞两个中国的恶意手段 而中共一面谈判 一面又不放弃武力犯台 坚持一个中国 并且打压我方政府外交出击的 种种强硬态度 则被视为是恶意的报复行为 因此未来两岸之间的关系 如何在善意与恶意的复杂气氛之下 解决两岸目前的实质问题 正考验两岸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OK来就给来就给来 这个电话号码023956620 这个电话是给你传真进来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那么你有漫画或者是 简短非常好的意见 请你赶快传真进来 那么我会在电视上跟你秀出来 OK我们现在再来请教张伟元 就是民进党一贯主张的是 台湾这个主权独立 那么民进党的一个整个的政策 也是说先要确定台湾主权独立以后 才可以跟中共进行谈判 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谈 中共会答应说 这个先讲台湾主权独立 再来谈判吗 有可能吗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认为说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我们的主权 是属于2100万的台湾人民 这个连国民党他们承认嘛 国民党也不反对嘛 但是这个中共将来 他必须要跟民进党谈判 如果说民进党执政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们这个掌握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权的话 这个中共他跟台湾接触 他必须要跟民进党这个谈判 现在这个其实这个国民党 他还主张台湾的主权 也是这个属于2100万人民 李登辉先生都说 李登辉总统都说 这个主权债民嘛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的这种 这个立场也比较矛盾啦 这个但是民进党是比较这个一贯 我们就这样讲 这个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主权是4亿2100万人民 我想这一点对中共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不挑战 中共挣钱的活法性 这个以前这个国民党还说 这个我们主权 这个还挤整个大陆 还外蒙古 这个对中共啊 这个挣钱 这个好像他的正统性 继续受到国民党挣钱的威胁 我觉得这样不好 那么这个两方面台湾海峡 两方面可以做兄弟之邦嘛 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华人和民族 可以两个不同的国家 是 这个主张我们的主权 即蒙古是一种蒙古痴呆症 OK那么李友华 你对中共的了解 你认为中共有可能说 承认你台湾独立 要跟你谈判吗 他有可能这样做吗 他是根本不可能 因为非常简单 他今天他愿意跟台湾谈 他的策略的运用 就是一定要拖住台湾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民进党在谈台湾主权 我承认民进党的说法 有它的一个时效性 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 民进党所谓谈到的 这些主权的话 是不是会跟中共方面 你有所抵触 那我在这边 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 民进党拼命在谈主权的时候 他有没有针对两岸关系 未来的发展 现阶段的发展 他提出任何的建议 那事实上民进党今天谈主权 与国民党谈主权 你不能忽略了 一个是国内的因素 一个是国际的因素 还有一个是中共的因素 像国内的因素 像明年 明年总统大选 中共现在已经在开始评估了 他现在 他那个现在的做法 就是希望在1995到1998 能够跟台湾进行政治性谈判 他就是怕民进党执政 所以他非要在这三年以内 他要把政治性的谈判 是因为李登辉还在讲统一吗 对 就是因为李登辉 今天他还统一 那今天中国大陆的问题 各种问题比台湾问题还要严重 但是今天台湾的问题 已经变成了中国大陆内部的一种压力 如果他让民进党这个主权 能够独立 而让台湾跟中国大陆形成兄弟之帮的话 那我相信反对江泽民的那些人 一定不会那个 先把江泽民推翻 先把江泽民推翻 再对付台湾 不然的话 那你看江洛石出 你江泽民下台 那个什么 乔石上台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未来谈这个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 你台湾的国内的因素 跟中国大陆的内部因素 还有一些国际因素 我们都必须要考量在里面 是 不过这个执政党 我们可以看到执政党 现在最近也有一些变化了 比如说这个李登辉总统 他提出了这个李六典 那么最近这个肖万长先也讲出 放弃这个政统跟法统 那么这样子对这个两岸的谈判 依您这个在海基会 这样跟中共的长期谈判 您觉得这样子的善意的反应 对两岸谈判有没有帮助呢 像李总统的宣誓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们愿意善意来交流 那么卢尔会最近在大陆工作会所讲的 那么两岸要搁置 罚统 主权这些争议 因为我们的立场是绝对清楚的 是搁置 不是放弃 是放弃这个争执 可能是搁置这个争执 我想是相对清楚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 事实上早于中共四十年 而存在这一点对我们来讲 是相当清楚的 只不过你现在在两岸交流 在今天的地步如果说一定要去争执 这个问题的话 很多事情事实上做不下来 那么远的不说 现在最近亚奥运的问题 那么参加APEC会议的问题 很多事情就让人家非常痛心 因此我们应该搁置这些争论 那么务实的来协商交流 那么只有这样子两岸才会越走越近 否则的话来只是一天到晚纠缠 那么来激化两岸的争执的话 那么我想两岸会越走越远 那您觉得像这样子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这个李六典跟这个方计法总政统 这样子到底对两岸的谈判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是有正面意义的 就是说我们不必在今天我们要晓得说 什么是比较重要的 什么是比较吃药的 因为以目前来讲 两岸的态度都很清楚的话 去讨论这个问题不会有结果 只会激化双方的争执而已 那么您认为说 以您在跟他谈判的整个过程 您认为他没有可能接受台湾一个政治实体 我想我们在谈就表示我们存在的 大陆方面没有办法单方面来解决 或者决定台湾方面的事情就很清楚 就是我们已经早就是独立一个主权国家 甚至于早点而存在 这是他要体认的 而不是他来接受或承认的问题 是 那么曾伟员我们所知道就是民进党 刚刚也提出了这个 您认为说您确定是民进党 如果他成为一个如果说他当选了总统以后 他宣布台湾独立 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 真的你认为中共还是会继续愿意跟台湾谈 我们一直都认为说不必宣布 为什么宣布台湾已经老早独立了 那么这个要选总统 就表示台湾已经独立了 那么这个我们要加入联合国 就表示我们已经独立的国家 因为一直对这个宣布独立这个问题做文章 其实我们不必宣布 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那么这个我们将来这个执政 那么中共看到这种情况 他也必须要跟台湾打交道 他就是说台湾有些人对这些问题立场 一直这个非常不清楚 因此中共才这个也做文章 如果说我们这边没有太多的人 到那边去跟他们讲说 我们渴望统一什么 这些会话 中共他们了解这边的情况的话 也许他们跟这边的这种关系 会重新评估 因为他们常常这个中共的领导人 偏听偏信 那么这边有一些新党的人 非主流的人到那边去 说我们渴望统一 如果他们了解到这个台湾 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受中共来统治我们 我们都愿意做一个独立国家 跟大陆分离我相信这是国人这个共同 一个共识吧 是OK我想综合三位的意见 那么显然这个总统大选 还有这个香港面临的一九九七年以后 会有出现一个很大的这个对两岸 这个谈判的一个变数 那么此此之外我们现在积极跟中共当局方面联络 那么联络上来以后 我们马上跟中共有关单位的人士进行对话 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来联系中共当局 OK 再度回到麻辣新闻王 刚刚我们积极在跟中共的有关人士联络 那么现在正在联络当中 联络上来马上来跟他们进行对话 OK 有华因您的了解 您认为这个总统的这个民选 还有这个九七的香港大县 对两岸谈判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是 那个我个人跟中共他们一些相关研究单位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认为说 为什么这次唐素贝来 要从政治性那个事务性的协商 他提高层次到一个政治性的协商 他们的看法是说 第一个趁李登辉他还主张统一的时候 要赶快进行政治性的那个谈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们认为明年1996年 他们押宝全部都押在李登辉的身上 认为他是一定当选 在那个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想到了两年以后 你国民党才可能分裂 那中国大陆那种想法 跟我们台湾说 现在李林对决 李林对决你国民党可能分裂 可是中国大陆并不是这种看法 中国大陆说国民党分裂 应该是李登辉1996年做了总统以后 一直到1998年过的其中 很可能 很可能那个时候 你国民党会那个面对分裂 那那个什么第三个 他们现在压迫李登辉 进行政治性谈判 如果得逞的话 对江泽民的政权 是有很大的注意 那当然这个是他对于我们民选总统的一个评估 至于在那个97啊 中国大陆那个唐素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依照邓小平跟齐鹏飞 他们在80年代对于香港政策那个做的指示 所以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说台湾现在跟中国大陆谈 他的筹码已经是越来越来越少了 在那个什么这种 在那个什么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中国大陆他那个预估 他从前说用经贸 那个以商逼政 以民触官 他现在个人 那个他们现在已经认为说 台湾的经贸慢慢要依赖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时候来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 来解决所谓的台湾压力 对中共来讲比较划算 那么但是我今天在这个 我们今天在这个民进党总统变定会上 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就是民进党呢 有人主张是政治跟经济是可以分离 可以分开来跟中共谈的 不晓得这一点呢 这个张永华你认为怎么样 那我觉得你看包括 所谓的事务性的协商 包括经贸等等那些 到了最后都归咎于政治 所以你想要经贸分离 政治跟经贸分离 那你很难很难 那这一点还有一个 那我那个像我可以那个举个例的 像包括最近台湾 像境外航运中心 他主动出级的态度 当然他可以不跟中共谈 但是今天我们看 看那个很多航商代表 他仍然他要取得大陆上的一些承诺 那这些承诺就是所谓的一种政治性的承诺 那这种政治性的承诺不是你经贸利益 可以取代 因为唐素贝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中国大陆绝对不会为了经济利益 而准害了来取代国家利益 那唐素贝这句话可以代表中国大陆这些执政者 你讲他僵化也好 但是他经济利益跟国家利益 他分得清清楚楚 所谓的国家利益的话 就是以一个主权一个政权来作为一个代表 是 OK 我们跟这个海基会一样 也跟这个中共建立了紧急联络管道 我们现在已经联络上了厦门大学 中共厦门大学台研所的陈孔利教授 现在我们就来跟陈孔利教授进行对话 陈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 陈教授我们请问就是说 在这个总统大选 在明年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里面 不晓得中共的部分评估是哪一位总统 来总统的候选比较有可能 这个最后终于当选总统 好 这个恐怕维持还早 我们现在还没在做这个工作 是 因为连那个候选人都还没提出来 所以我们正在看着形势的发展 所以现在还没办法做出评估 好 那么明年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大选 跟这个香港九七 您认为这两件事情对后来的这个 整个的两岸谈判 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想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我想是可能会更加密切 也可能会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您所谓的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所依据的这个理论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从我们这边来看 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不论台湾是哪一位领导人 我们跟他谈都是一样的 我们考虑想相信说 今后的领导人 应当对两岸关系的 会更加务实 更加理性的来对待两岸关系 是 那么即使是民进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当选 也有可能是 这个中共也有可能跟民进党对谈吗 我想不管哪一个人担心 最后总是要谈的 总是要两边来谈的 OK 好 谢谢您 这样看来这个贵党 如果假设是浪选总统了以后 中共是看来这个 他们的意思是 有可能跟这个民进党对谈的 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很务实 你当政了 他就必须要跟你接触 不管说你的主张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民进党的 这个是这样想 我们不怕谈判 但是不愿意说在害怕当中谈判 不怕谈判 但是不会在这个恐惧当中谈判 这是我们的立场 这个我们一向批评过去国民党 这个三部政策 说怕接触 怕这个交谈 那是贞解排防 我觉得说这个很 国民党是很差劲 我们不怕这个政治接触 主要说我们坚定立场 只要对方接触我们立场 两个不同的国家 两个对等的政治师弟 他们是国家 我们也是国家 大家对等 我们可以谈判 那么以张教授您的看法 就是假设说现在是民进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当选 那么不管是哪一党当选 OK 您认为最适合的一个协商 两岸协商的这个时机 是什么时候 他们能够接受 这个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而不是像香港一样 他们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那么这个这样一个对等 我相信这样就可以谈了 现在就是要对方能够接受 我们这样一个立场 到现在为止 这个他们还不愿意这样子做 海机会跟中共海协会 谈了很多这个协定 不能签 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 我们的管辖权 就是我们的主权 这个主要的障碍在这里 那么这个将来 如果说中共接受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这个兄弟之邦 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谈 不过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中共到底有没有可能 去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子一个前提差不多 他不会正式接受 但是他会在行为上面 默认这样一个事实 所以你不要钻牛角尖 一定要他接受 他不会这个公开说 我接受你 但是他要跟你躺 这就表示他接受 所以这个你要懂得这个外交意识 我教中共的政治 教了这个二十多年了 所以这个不只是立法委员 我是一个中国的专家 那么以我们这个许副秘賞 您认为有可能他会接受一个 台湾是一个政治的实体 然后跟台湾进行协商吗 有可能像一个独立的实体 我想这就是一个在整个协商过程当中 我们要务实 也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两岸关系条例以来 我们就很清楚的 我们认为两岸就是一个屋顶下有两户人家 两边是平等的 那因此我们也在相当程度承认大陆地区的法律制度 但是大陆方面 他当然以目前来讲 他还是整个意识形态挂帅的 那么但是我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否认掉 中华民国已经存在八十几年这个事实 因此我是觉得如果说他务实一点的话 他应该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那么两岸才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 是好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两岸这样子谈 那么到底两岸这样子谈的整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可能保障这个整个两岸之间的台海的安全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跟他谈 那么他们就不来打我们 不知道这一点这个有话 以你对这个中共军事的了解 你觉得是怎么样 兄我个人认为 你协商你并不一定可以取代一个和平 你谈判 你必然不能说你只要进入谈判就不会发生战争 就我个人的那个看法是说两岸在那个进入协商时代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那个什么认真的思考 就好比说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江泽民在公布江八点之前 中共总共先后举行了七次的军事演习 再公布江八点 那我们的李总统 他公布了李六条之后 他看了三次的那个十兵军事演习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说 那个江泽民 他基本的观念对于台湾的基本观念是以战触核 用军事威慑来拖住台湾 就是说以战触核的观念 我们李总统的观念就是说能战才能核 所以在这个两方面之中 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取舍 一个是以战触核 一个是能战才能核 那我们军方的立场今天很显然看得出来 是以核必战 是以核必战 所以从这个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的话 我们评估中共武力犯台 我们真正是不能够忽略中共的军事威慑 它会不会对台湾产生一个实质上的影响 是 那么您认为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跟他谈 到底我们跟他谈有没有办法保证不打 那我相信江泽民 李登辉跟刘和谦 他们也不能保证说中共不会侵犯台湾 因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谁都不敢保证 你包括美国他都不敢保证 是 OK我们再请这个副秘书长 就是说您用一句简单先用一句简单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他这样继续谈下去 是不是可以保证中共不打我们 我想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排除台海 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是 OK 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就请 我们的副秘书长许慧佑先生来为我们分析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OK 我们这边有一张传真 这位漫画家 真是真的是漫画家 画得非常好 那么可以推荐到报社区 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技巧也非常的成熟 那么我想我的饭碗难给你吃 那么这位他画的是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 他画一个中共 那么这中共讲说你傻瓜我聪明 那么这边是台湾 台湾说你抓不到我 你抓不住我 那么当然还有非常多的传真 我们现在分别交给我们的来宾来做参考 那么我们刚刚还是继续我们的话题 就是我们刚刚问过我们的副秘书长 就是两岸这样谈 那么到底能够保证共产党就不来武力犯台 那怎么可能呢 我想两岸说进入协商的时代 当然是代表两岸以协商来解决 两岸之间的一些问题 这是好的 但是两岸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的错综复杂 相当的错综复杂 尤其中共虽然说在 跟我们进行这些事务协商 但是直到江八点为止 他都还没有说要放弃 武力来解决台湾海峡的问题 这件事情 当然在这个明白讲的是说 要怕这个台独 或者说外国势力来接触 但是事实上 他是要保留这个核战两手的可能性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中共到底是兄弟还是朋友 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 我想这个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我们不排除 那么从相对另外观点来讲 在整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中共在他内部权力不稳的时候 白不平的时候 白不平的时候 他经常会有一些 比较不寻常的举动来出现 而且战争的形式 也可能不是全面性的 可能局部性干扰性的 因此我们实在不能不排除说 台海可能发生战争 那么也就简单来讲 我觉得说就我们来讲 我们应该有共存共荣的一个诚意 但是相对来讲 我们也应该有为生存 而战的一个决心或准备才对 那么就是跟这个李总统 最近的讲话 能够战才能合 那么我不晓得到底 我想我们张伟委员 最近写了一本书 叫做如果中共跨过台湾海峡 国际间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依照您的这个看法 中共这个武力犯台 到底是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那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这个我们也都认为说 我们要有准备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军事力量很强 那么我们一直这个也就赞同说 我们必须要买这个尖端的武器 先进的武器 增强我们防卫的力量 有这些防卫力量的话 就减少这个中共 这个打我们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我们觉得说 这个在外交上我们要努力 外交的最高的艺术 是使得这个比你强的 这个对方无用武之地 这就是外交最高的艺术 那么我们就在要在国际上 这个得到更多国家 来支持我们的民主化 我们各方面这个尊重人权 这一些得到国际上 肯定我们 我相信我们朋友会更多 所以我们要不怕说中共 要来打我们 最怕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准备 我们要有准备 同时我们要把我们的新皇 这个加强 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 这种国内的问题 大家就不晓得为何而战 那么像这些新皇的问题 是我们往后必须要 这个努力加强的地方 是OK谢谢 我们最后剩下一些时间 我们请三位为我们做一些结论 先请你的话 我的结论是很简单 那我提出了 那我过去我也经常讲的 和战匕首谈 今天台湾必须要以战为先 能够战就必定能和 能够和的话 就能够避免中共的入侵 能够避免中共的入侵的话 台湾一定守得住 你守得住 你生存 你才有本权去谈 所以我的口语是 战和匕首谈 战和 和 避守 避开的避 战和避 那你就说 你能避开战争 你就守得住台湾 你守得住台湾 你就有那个生存的实力 你有生存的实力 你就可以跟中共进行谈判 是 不用怕谈判 但是我们也不忘战 是 OK好谢谢 那么我们请这个许慧又 副秘副长 是的 我觉得两岸之间 应该还是主要用这个商谈的手段 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样子可以 逐步来建立两岸的一个交流的秩序 解决问题 一方面可以稳定两岸的关系 但是在这当中 我们也不要忽略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因为双方面 这个基本的认知差距太大 中共主张这个一国两制 它中央我们地方 我们主张一国两区 那么这个双方面 关切的重点也不一样 我们说要把TODCO 尽快遣返 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替他们安排工作 那么当然这个双方面的关切重点 这个差距太大的时候你很难谈 所以我们应该稳健的来进行商谈 不要焦急 另外一点也不要忽视台海的危险性 我觉得那么协商 实在当然已经来临了 但是因为台海是不是会发生战争 有它很多复杂的因素 因此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好的准备 是谢谢 那张委员 我们不怕谈 我们要有所准备 那么这个我们研究中共谈判的策略 了解他们这个整个对台的策略 是很要紧的 另外我们必须要让中共那边的人知道 台湾的人民所要求的是当家作职 我们一百年来 马官条约之后 这个做日本的殖民地 做国民党的殖民地 我们往后是要求当家作主 那么希望他们不会被误导 因为我们这边太多人去误导他们 说我们希望统一 我们不要统一 我们要做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子我们可以做兄弟之邦 共存共荣 我们必须要让中共的领导人 了解到台湾人民这样的一个愿望 同时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国防 加强我们的外交 能够这个夺到这个多助 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中共的领导人不会做出错误的这个决策 是 OK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 这个非常精辟的这个见解 那么各位先不要走 那么等一下呢 我要带各位练一首政治诗 政治呢 不一定要用这个长篇大论 也可以用诗来表现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论 今天先谢谢各位 谢谢这三位来宾 会长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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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只能爱一个对象 就是你 咱的大叔 我只鹅鹿主人 如果我必须为爱的现身 一定是为犯母的草木 照的歌声 我望向在大叔的海边 台湾的小孩在欢唱 实际上无缘的感觉 我望向在大叔的山顶 台湾的小孩在跳跃 我望向在大叔的乡村 台湾的小孩在生中 在十年中 学习生命的律董 我望向在大叔的渡市 台湾的小孩在那里的庸祖 祝福在他们的秋中开创 大叔的肯定和奉行 是为了这种的望向 变这种望向 领会的希望 为了立正好平的多数 台湾 中文字幕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